我連吞口水都很痛 確定是終於有外國要吃東西 確實有一點不好受啦 沒有人想要經歷這個透過的時期 嗨大家 這影片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開始 很想要記錄這一段 就是我昨天晚上覺得我的喉嚨很乾 然後我就一直狂喝水 可是喝水的時候經過喉嚨都會覺得有點刺刺的 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就開始覺得我連吞口水都很痛了 就讓我覺得我不會那麼衰吧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我就很少會在外面躺食 大部分時間是在家 要不然就是上班下班回家 直覺告訴我很不妙 整個身體的感覺跟我的直覺告訴我真的 我現在很不妙的狀態 所以呢 我家裡還有一個那個 就是快篩的那個 KIT 我就自己去演了 早上的時候 就演了第一輪 從這裡看起來呢 是看到微微的一條線 所以公司兩條線 那 以這樣子的情況呢 時不離久 應該就是真的中了 但是因為今天是假日 所以 醫院啊保健所都沒有開 所以就沒有人做PCR 只能等到明天 早上再去做 我剛剛又再去買了多一set 然後我想說 來確認看看 所以我現在又要再測多一次 好這些KITS呢 現在在韓國的便利商店 都是能買得到的 因為韓國線確診是很 平常的事情了嘛 我第二次驗了 我一定要看到那個結果慢慢再出來了 唉 就是有微微的兩條線 嗯 包括第一次驗呢 其實也是微微的 很淡的第二條出現了 所以 要明天去驗PCR 可是結果 不會差太遠 大家 現在才幾年呢 是我 自從自己在家裡檢測 確診之後的 三個小時嗎 我現在已經快要到一個 崩潰的狀態 鼻塞 越來越嚴重 會開始有點咳嗽 然後 我覺得發燒 還好 最辛苦的是 通口水的時候 然後現在剛好 前一陣子我朋友從台灣來的時候呢 然後我 開了皮包糕 而且這是無糖的喔 無糖皮包糕 這也是我第一次 吃無糖皮包糕 我也不知道它的味道怎麼樣 雖然我今天知道我自己確診了 但其實我覺得我還蠻 平常型的 就是 對 只能去面對它 為什麼那麼難開 大家現在有沒有覺得我的聲音 超有磁性的 那個B 好重啊 自己都覺得 好笑 好久不見的皮包糕喔 可以可以 喔 後來今天覺得 吃了兩口 我聲音好像回來了 就不要潤喉 因為剛剛那個 喉嚨真的是很乾 不管我喝了多少水 它還是乾乾的 這皮包糕來的真是時候 幾點了 現在已經六點了 然後我整天 都沒吃東西 因為 沒有什麼胃口 所以 我就 叫外賣 我這次叫的是 排比湯 好香 就是想要喝這種熱熱的湯 但我現在還不至於到 我沒有味覺 我還是 有吃出一些味道 嗯 你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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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好香 你吃了嗎 那你吃了嗎 在我晚上吃了嗎 對 好香 你吃了嗎 我現在早安 怎麼辦我聲音 現在是 早上的8點多 然後準備要去做PCR測試 然後 昨天我不知道就是 買了 這個東西 叫Cara Blue的東西給我 就是他說Holo可能會比較舒服 我剛剛早上有在演多一次 確定是 陽性 不過從昨天到今天 咽了三次 都是兩條線的 所以我很確定等一下要去做PCR 我一定是百分之百是陽性的 大家看到我這個身影也一定知道我百分之百是陽性的 我昨天晚上根本是沒有辦法睡覺的 我只能躺著 但躺著也不是那種 我整個是沒有辦法好好入睡 就真的很累想睡覺 但就是沒有辦法睡 不知道現在怎麼辦 我回來了 就是我去看醫生 去做完檢查回來 就是有給我 藥 是沒有藥錢的 但是藥錢呢就是政府幫你出這樣子 今天開始就開啟我在家辦公的月子 對 就是我檢查完 然後確定是陽性 然後我就立馬收到那個政府發來的訊息吧 說 你是確診者 你從幾號到幾 就是今天到幾號你要隔離七天 什麼這樣子 你必須在家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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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早上的藥吧 不知道有沒有曾經跟大家說過 我覺得韓國的藥局還蠻貼心的是 他都會把分量抓好 就是這樣子一包一包 所以你只需要這樣吃 因為以前在馬來西亞還是一整排嘛 然後你要自己可能這個跳一粒 那個跳兩粒來吃 但是韓國他們都是這樣子分好 早上晚上跟中午就是只需要這樣一包包 我覺得這蠻方便的 而且你不怕吃肉任何的藥物 因為他都這樣子的包裝好給你的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貼心的 這樣 啊 你選擇吧 你好接 嗯 對啊 我們不只要打個遊戲嗎 我聲音是完全變了 好 嗯 好難喝 好 現在要來 處理工作上的事情了 嗨大家 今天是我確診後的第四天 對就是我知道我是養性的第四天了 然後昨天是第三天是最糟糕 就是我完全沒有聲音 但是我現在還是有聲音的 不過我聲音非常的沉 但是我真的好很多了 終於有胃口要吃東西 所以就好好的叫外賣 因為前幾天我就是完全沒有胃口吃任何的東西 叫了一個Pokeball 就是有點沙拉的一個飯盒嗎 類似的 然後這個是 南瓜湯 因為 喉嚨就是會有點羊羊的關係 所以還是很想喝點熱的湯 看起來好好吃喔 那吃魚肉 是有在哭嗎 吃魚肉 那吃魚肉 我會吃魚肉 那吃魚肉 那吃魚肉 還會吃魚肉 睡眠 我會拍照 今天是我确诊后的准准一个星期 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养性 然后开始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后的一个星期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了 我整个人其实已经恢复的可能有90%吧 我整个精神也回来了 然后比赛什么都没有了 可能还是会有稍微一点点的咳嗽 但是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调养回来 今天这影片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这次确诊后的一些过程 还有我对我确诊这件事情是如何看待的 这次确诊呢 我其实一开始是觉得我真的很随 但是我觉得既然它都已经发生在我的身上了 那我只能去很重能量的去面对它 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疫情的一些症状呢 已经侵入一种感冒的一个状态了 最辛苦的是在第二天到第三天左右 那是一个最痛苦的状态 就是我的声音完全出不来啊 然后整个比赛到一个我觉得我会呼吸不到啊之类这样子 但是过了这第二第三天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身体突然间就是恢复很多 尤其是在凌晨的时候 而且我发现这个病毒很奇怪哦 它是在我凌晨的时候一天一天免重 它只有在凌晨的时候发作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基本上晚上是很难睡的 可能睡一半的时候它就会发作 或者是它会变严重 我就整个醒来 但是过了那两三年之后呢 其实整个月的状态就已经恢复了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跟我有打疫苗的关系吧 因为我个人是打了三针的 我相信疫苗其实也帮助我蛮多的 因为如果没有疫苗的话 我可能真的会就是比较严重吧 这件事情让我学习到 就是其实人生里面不是很多东西是可以你选择的 很多东西是你无法去控制 不好的事情可能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既然都发生了就好好地去 面对它然后抵抗它 可能现在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与病毒共存的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与病毒共存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的唯一选择的 因为其实疫情现在已经来到第三年了 就是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方都好 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就是一直这样子关闭起来了 因为这样子对经济其实非常非常的伤 所以也只能去接受与病毒共存这件事情 韩国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是算开放了吧 就是已经没有时间限制没有人群的限制就是恢复到以前的就是营业时间啊 就是这样子大家都可以聚会 是很难很难去接受这件事情 但我们都必须要去学会接受这件事情 虽然我这次确诊确实有点不好受啦 但是回头想想其实自己都挨过来了 那我们需要更多的正能量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还是想要跟大家说 如果真的是大家有不小心就是不幸确诊的话 其实也不要太担心 按照医生给的药然后吃然后休息 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态的话 我相信大家会很快好起来的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去用一种眼神看待确诊的人 就是说你确诊过怎样 但其实没有人是想过确诊的 没有人想过经历这个痛苦的时期的 我希望这个世界会有多一点的关爱 多一点的包容 那希望大家可以保持正能量啦 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真的很感谢 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呀 安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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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